這個判斷,所以第一個我要先輸入 輸入完之後的話,再做判斷 判斷完之後再做輸出 所以其實它基本上大概這三個重點 那首先我要怎麼樣,輸入年齡 年齡你會發現,這邊會跳出請輸入年齡冒號 那這個要怎麼產生? 其實主要是利用 這我把它先 首先的話呢,當然我們 第一個請開一個新的文件好了 那文件可以把它清空 裡面的話就重新寫一些東西 那寫什麼呢?當然 首先的話,第一個呢 我們可以在這上面先寫一個叫Edge 那這個Edge的話呢 後面的話你可以加Edge的話 這個是一個變數名稱 Edge等於什麼? 那這個時候要讓它輸入資料的話 那你可以用Input Input的話是一個內建的方法 這個方法就是可以讓使用者輸入資料來用 那 刮鬍之後的話呢 你後面可以加一個 在刮鬍裡面呢 你可以加一個敘述 這個敘述的話就會跳出來 你要輸入 所以我們這邊不是要請輸入年齡嗎? 所以你把它加到這邊來 請輸入年齡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當然呢 假如說呢 你很簡單啦 我們先不做邏輯判斷 比如說printer printer的話呢 你可以把那個Edge printer出來好了 比如Edge OK 那你可以把它執行 那例子上 請輸入年齡20 Enter的話呢 得到什麼了? 得到就20 但是特別注意哦 Input 它 雖然看到的是20 但實際上哦 它這個方法蠻特別的哦 它得到的應該是20的文字哦 OK 只是說這邊沒辦法顯示 它的形態 當然如果你想知道它的形態的話 其實另外可以再寄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函數叫type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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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ype的話呢 把它刮起來 在那個變數外面 加一個Type 打錯了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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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它意思就是說 請你告訴我一下 你這個變數裡面 到底放什麼樣的形態 這個還蠻重要的 有時候如果你錯不知道錯哪裡 你可以Type一下 比如說我這邊一樣輸入了10 你會發現哦 如果你用Type 把它包起來 它輸出的話會是這樣 但是它輸出並不是跟你講說 它是字串 它會顯示是class string OK 如果是class string的話 那表示說呢 它這個地方 它 你現在輸入的資料 它是一個文字哦 OK 那你想說文字 文字要來做計算不行 那一樣哦 如果你要做 數字大小的判斷 比如說我要 大於18的判斷 欸不行 因為它如果是20的一個文字 它就是文字 它並不能拿來做大小的比對 OK 所以特別注意哦 文字沒辦法 沒有大小哦 文字就文字 它不代表任何的數字哦 所以要怎麼辦呢 那我們就必須要在 這個input的外面有沒有 再包一個int 所以我假設包一個int 前刮符 然後後面再加一個後刮符 OK 那如果我加了int之後 那我們來試試看type的結果怎麼樣 type的結果是20 你會發現type的結果 它會出現 後面 後面就變了 有沒有 可以開始變int的 表示說 你現在 出的資料是數字哦 好 才會是正確 OK 那如果我要做邏輯判斷呢 該怎麼辦哦 那首先第一個記得 一定要外面加int 因為如果你沒加int 那將來要做邏輯判斷也會出現錯誤 好 那接下來的話要做判斷 那我怎麼知道它是 這個成年或未成年 那幾個方法呢 所以接下來要做邏輯哦 一幅 所以特別注意哦 那邏輯的價格很 特別注意哦 一幅後面 空一格 然後條件 什麼條件 你要判斷什麼 那個哦 如果h h1 有沒有 它如果怎麼樣呢 當然有幾個方向 你可以是大於18 如果大於18的話 那下面 那就是應該 如果大於18的話 那應該還等於吧 我們乾脆小於算了 把它換個方向 這大於小於 如果小於18的話 冒號 OK 那建議啦 你先enter兩下好了 先把那個 再back一下 然後這邊打一個else 1 lse else是反之的話 冒號 做什麼事 那接下來的話 特別注意哦 也就是說呢 你要在一幅的下方 跟那個else的下方 分別哦 這個什麼 這個哦 輸入你要做的 輸出 然後要輸出 如果你是小於18的話 那我要做什麼 欸 print 所以哦 請你幫我輸出 輸出什麼了 哦 跟他講說 你要小於18的話 那就未成年 有沒有 所以你這邊把這個 未成年是幾個字 輸入好 OK 未成年 那反之的話呢 反之的部分的話呢 那就是 else下方 也就是 他 就是 成年 所以偷懶一下 拿這個地方 複製過來好了 複製的話 就拖拉加Ctrl鍵 然後把位拿掉 OK 所以哦 他這個地方 有點像是 我輸入完之後 假設輸入20 然後他放到這邊 20嘛 20 有沒有小於18 有沒有小於 沒有 沒有的話 就跳else這個邏輯 所以他就跳到else 執行這邊 然後就輸出 成年 那假如我輸入15 好了 15 有沒有小於18 欸 有耶 有的話呢 那就輸出未成年 他會跳這個邏輯 有點像一個閘門 左邊跟右邊 你如果有成年 左邊 未成年 左右邊 OK 類似像這樣 我們來試試看好了 基本上理論上 不過特別特別注意 還有一點可能要特別小心 if後面的條件 這邊冒號一定要加 冒號不能省 還有一點 如果你在if跟else 下一個階層的話 請務必要記得 一定要縮盤 OK 像那個 有些程式語言 沒縮排沒關係 但是跟各位講一下 像那個什麼 像 Python的話 每一個階層 每一個階層 一定要縮排 因為縮排 是程式的一個部分 所以 你假設忘了縮排 你會發現 他這邊馬上叉叉 如果你執行的話 會怎麼樣 他會跟你講錯誤 有沒有 他跟你講說 這個你縮排的方式錯誤 如果你 假設你看到有這種狀態的話 那 表示說你沒有縮排 那如果你沒縮排怎麼辦 一樣 請你在print這邊 前面按個Tab鍵 Tab OK 這邊也要按一個Tab鍵 這個是絕對必要的 OK 當然 如果你這邊enter 他其實也會自動幫你 先縮排 你就打在這邊 你就不用縮排了 OK 如果你假設沒有縮排 記得 一定要把它加上 因為縮排 是程式的一個部分 OK 那如果Java 他用大瓜虎 反正大瓜虎開了 大概會結束 OK 但是他就沒大瓜虎 所以 直接就用縮排來代列 不過這也蠻聰明的 因為縮排真的 真的讓程式精簡太多了 因為以前如果你們有寫過Java的話 你看 哇大瓜虎頭尾 哇一堆大瓜虎 一層串的 上面有大瓜虎 下面也要個大瓜虎結束 那 一堆大瓜虎的程式 看了真的是覺得就 而且很容易出錯 常常有打上面的 沒打下面的 那這樣一定 可是這邊的話比較好記 他就是一個縮排 OK 只要嘛 規則記手 以後寫程式 應該是買魚塊的 反正就固定規則 執行一下 OK 那你看一下 執行 輸入年齡15歲 ENDER應該跳未成年 OK 有沒有 那再執行一個 20歲好了 那應該就是成年 也沒錯 OK 那如果你可以看到 這樣的結果輸出的話 那恭喜你 表示呢 你這個 結構控制 邏輯判斷 第一個OK的 但是呢 工作裡面沒那麼簡單 有的時候可能更複雜 有沒有 如果啦 假設我希望改一下 因為 未成年是 就是小於18歲 可是成年 假設我們用那個什麼 聯合國有一些劃分方法 那我們不要那麼學術 我們就是 假如呢 多少 30歲 30歲 18歲到30歲 是 青年好了 OK 青年 有沒有 然後 在 31歲 到 65歲 好像 假設壯年 那65歲以上 就是老年 假設 我要根據 成年的這個地方 再做細分 那總共的話呢 現在是 二分法 對不對 這個 未成年跟成年 那現在的話 就是 再把那個 未成年 保留 那底下 成年的部分 再劃分三個 青年 壯年 老年 青年就是 18 30 然後 31到65 是壯年 65以上是老年的話 那這個地方 我要怎麼樣 把這個 程式做 所謂的 多重 邏輯判斷 OK 所以兩重 很常用 但是多重 也非常多 而且甚至還有更多 比如它更多的判斷 那怎麼樣判斷 甚至它 邏輯裡面 還有再一層邏輯 沒關係 那當然 你把那個 邏輯 設定好之後 有點像流水線 那再加一個迴圈 反正資料倒進來之後 它該放哪裡 就放哪裡 就幫你把它 按照你的邏輯 放在你想要放的位置裡面去 或者說 把你的這個結果 幫你計算好 也幫你 丟到你所指定的位置 所以 邏輯非常重要 請各位試試看 把這個 兩重的 成年未成年的部分 先試著寫寫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我們Input 特別注意 外面有多一個int 因為 Input 固定 這個是它的規則 它輸入的資料 就一定是一個文字 OK 所以你沒轉型的話 那一定會發生錯誤 因為它 假如這個文字 沒辦法做大小的比對 接下來轉型完之後 放到邏輯這邊 就一個條件 好 那記得啦 這個可能要記一下一幅 什麼條件 這個固定的 else 這個都固定的規則 那這個規則的話 一定要記起來的 其實你不用特別去背 因為像這種東西 常打打習慣之後 你應該就記得了 還有一點 這個縮牌是絕對必要的 也就是你不能說 你把那個縮牌拿掉 不行 它一定發生錯誤 OK 試試看 那如果這個OK之後的話 再把那個 這個 成年的部分 改成什麼 改成那個 就是 剛剛講的 青年、壯年、老年的敘述 我會說 谢谢观看